紐約市健康醫療總局週三宣布 推出一項全面的以初級健保為中心的 糖尿病管理計畫 來提升6萬多名紐約糖尿病患者的醫療服務 作為第一階段的實施部分 公共衛生系統正投資約300萬美元 準備在2020年底納入20名新的臨床藥劑師 到初級健保項目 專注於患者的藥物管理 同時購買最新設備 使視網膜檢查成為所有糖尿病患者常規治療的一部分 通過早期篩選 預防糖尿病併發症可能帶來的失明問題 預計將在2019下半年進入整個系統的11家醫院 紐約市健康總局也在實行手機應用程序BlueStar 幫助糖尿病患者更好的個性化管理 提供數據分析 健康和飲食指導文章或視頻等服務 另外還將提供電話指導服務計畫 由受訓的對抗糖尿病經驗十足的患者 通過電話 遠程幫助受病痛折磨的病患 預估整個項目將為紐約市公立醫院 和社區衛生中心的6萬多名糖尿病患者提供幫助 新唐人記者宇婷 紐約報導